丧尸电影大家一定看过不少 可丧尸和人类谈恋爱的电影 你看过吗 蓝时至生活在末世的丧尸 住在一个废弃机场里 这里的每个丧尸都各尽其职 有些是安检员 有些是清洁工 还有些是健身教练 只是现在都成了行尸走绕 蓝和别的丧尸不同 他喜欢收集唱片和视频 除了吃人之外和常人没什么两样 他还有个朋友公投数 他们总是四目相对 日常对话只有我饿了 可我也饿了这两句 说完两人就会结伴到城市觅食 他们总是成群结队的行动 以免被人类挨个抱头 此时合理区内 执行官女儿朱莉 也和小伙伴们出发了 此行的目的是 他一区送食药品 大楼里收集资源的他们 全然不知危险在一步步逼近 很快丧尸朝涌了进来 带头的蓝被打倒在地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冲突 蓝正想爬起来 就被面前的金发女孩 射出了心魂 看来丧尸也是会一见钟情的 他起身想接近朱莉 却不是中了一窍 丧尸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蓝恼羞成怒地攻击了他 别人都是啃食身体 而他选择啃食脑肥 因为如果吃不完 被袭击的人就会变成丧尸 而如果吃了人脑 就会得到他们的记忆和思想 在残忍地吞噬男孩的大脑后 蓝拥有了对方的记忆 原来这人是朱莉的男友 眼看闺蜜遭遇袭击 朱莉连忙将丧尸爆头 可这是他最后的子弹 接下来就只能靠照顾 蓝想走到心上人面前 朱莉却毫不客气扎了他一刀子 这显然对他毫无作用 看着丧尸逼近 朱莉被吓得一动不敢动 蓝将伤口的血液擦在他的脸上 将朱莉混在丧尸群中 带回了大阪营机场 看检员也没有发现异常 然而一路来到蓝居住的飞机上 这里有着各式各样人类视频 可朱莉无心顾忌 她的心中满是恐惧 蓝结结巴巴的说自己不会伤害她 但朱莉根本不信 她想逃走 可外面到处都是游荡的丧尸 接着蓝又贴心的拿出毯子为她盖上 随即坐在一旁默默享受音乐 看着眼前沉浸音乐的她 朱莉迷茫了 这还是她印象中凶狠残暴的丧尸嘛 转眼到了清晨 朱莉告诉蓝自己饿了 让她去找些食物 把丧尸支开后 她拔腿就跑 想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人类的气味很快就引来大批丧尸 就在她以为自己命丧于此时 蓝赶了回来 再次将自己的血抹在她的脸上 并让朱莉学丧尸的姿势装死 成功带她逃离丧尸群 蓝人在机场找到了罐头 朱莉大快躲移 蓝还拿出珍藏的啤酒给她 见她没有伤害自己的意思 朱莉放松了 她问蓝什么时候才能离开 得到的回复是还要过几天 朱莉为了消耗时间就叫蓝开车 蓝人在机场宽带的跑道上风驰电车 一起躲在机舱里听黑胶唱片 朱莉问她为什么不用Airboss 蓝说唱片音质比较好 后来这还是一只追求生活品质的丧尸 蓝人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 机舱的音乐从早放到晚 直到深夜也不停歇 只剩光头鼠好奇地盯着机窗 朱莉并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 这一晚她再次借着夜色逃离 可很快就被大批丧尸堵住 她显然不是丧尸们的对手 眼看就要变成光头鼠的夜宵 蓝再次出现救下了她 光头鼠让蓝吃掉朱莉 蓝想解释 骷髅狮却突然出现 这是比丧尸更危险的存在 他们会袭击一切有心跳的生物 两个人连忙逃跑 可还是被骷髅狮堵住了 危急关头 光头鼠救了他们 并将两人送到停车场 这里仍有打击丧尸 可蓝毫不畏惧 牵起朱莉的手走了过去 奇怪的是 所有丧尸都纷纷让开道路 就这么看着他们驱车离开 丧尸们看着墙上的照片 突然深受感触 曾经的回忆蜂拥而至 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类的情感 胸口的心脏也跟着跳动 另一边 蓝和朱莉逃到驱散的居民区 闯入了一间屋子暂时落脚 这晚蓝久违地做了一个梦 梦里她变成人类 和朱莉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醒来后她发现朱莉不见了 她已经独自回到人类的领地 蓝很沮丧 她认为自己不该幻想拥有爱情 回去路上她遇见了光头书 光头书安慰了她 说她和朱莉唤醒了丧尸的情感 他们正在慢慢复苏成为人类 蓝很开心 想在这事告诉朱莉 靠着朱莉男友的记忆 她从秘密通道进入隔离区 最近千辛万苦来到朱莉家 恰恰朱莉正在和闺蜜讲述这段经历 说她喜欢上了一只丧尸 闺蜜却觉得她疯了 虽然处对象很难 但怎么也不能找个丧尸当对象啊 朱莉落寞的来到阳台吹风 没想到真的看到了朝思暮想的人 叶然一出丧尸般的罗密欧与朱莉 闺蜜也震惊了 你真的在和丧尸谈恋爱啊 为了避免蓝被人类一枪抱头 他们先是给蓝洗了澡 又用上了两斤粉底液和腮红 将她打扮成了常人的样子 眼前的她除了行动不便 可然就是个帅小伙 朱莉想将丧尸重获新生的事告诉父亲 可她的母亲正是死于丧尸之手 父亲对丧尸深恶痛绝 根本听不进朱莉的话 情急之下蓝冲了出来 尽管朱莉再三解释她不会伤人 可父亲还是毫不犹豫地掏出了枪 就在她要扣下班机时 闺蜜拿枪对准了她 双方僵持不下 朱莉趁机带蓝逃进体育馆里 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里还有成百上千的丧尸 原来骷髅狮正在追杀他们 现在他们的目标不只是人类 还有这群逐渐复苏的丧尸 没等几人善良出对策 紧跟其后的骷髅狮就闯了进来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蓝只好带着朱莉逃跑 此时人类军队赶到现场 面对互相残杀的丧尸 他们集体梦逼 这是什么情况 不过很快他们就分清形势 加入丧尸中一起对抗骷髅狮 蓝和朱莉则被逼到了绝路上 关键时刻 他抱着朱莉一起坠入谷中 在上演了泰坦尼克号的剧情后 两人活了下来 紧紧拥抱在一起 可就在此时 朱莉父亲带着军队赶到 看到丧尸不由分说就直接开枪 蓝的血很快染红了骨髓 要知道 丧尸是不会流血的 流血只能证明蓝活了过来 变成了人类 朱莉的父亲惊呆了 他终于相信女儿的话 丧尸正在重获新生 至于骷髅狮的命运 蓝很希望有爱感化他们 可他们还是被军队杀了个片甲不灵 因为他们已经变不回来了 人类逐渐夺回自己的领地 并接纳这群起义的同类 于是越来越多的丧尸恢复心跳 重新变成人类 尽管蓝还是无法想起自己的身份 但她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和心爱的人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影片最后 宏观的丧尸和人类之间的墙倒塌了 意味着两个种族从此将和平相处 而这就是爱的力量